你什么时候开始挣钱的 甭管是电子琴还是唱歌 07年 那时候工资是500到1000 不是不是一个月 一个月 对对对是500到1000多吧 都在什么场合唱 那时候我就是聚会 亲戚捡红红礼呀 宝宝业呀之类的 我看你脾气挺好的呀朱雷 你为啥跟顾客还吵闹起来了呢 第一份工作的离职原因是 工作环境差跟顾客吵闹 就是在夜席的时间 歌手都比我大 要么就是十几岁 要么都是二十几岁的 都比我大 然后那顾客呢 有喝醉的这样 就看着这个小孩子好欺负 会让你赔酒吗 有 肯定会 客人可能说来喝一杯 要么就是认识的人 然后他给别人敬酒了 他不喝 然后端给我们喝 喝完给你钱 不给 不给 这个就是 那时候我挣钱就是你过来 就说整厂的费用 糟粕 就是一二百块钱 都是糟粕 那时候可能就想到 自己是不是 职业选错了呀 这个音乐的音乐 怎么就是这样的呢 然后09到10年的那会儿 然后就放下了 自己手头的这个手艺 然后去建筑工地 跟亲戚去装修 借助工地去打工 最后你还是觉得不适合你 对对对不适合我 你当时走不是不喜欢 是赌气 是觉得那个情况让你失望 和你想象当中 有 唱歌不一样 有有有 但是能赚钱了 不受气了 你又觉得这个不适合你 那个时候还想回去唱歌吗 想 还想回去 对 所以我们看到2013年至今 你办婚礼工作室 学主持 收入 现在最高可以赚到 每个月一万两千元左右 对对对 因为洪庆跟这个唱歌呀 音乐呀 键盘当时都很刮钩的 能多一份收入 这个店13年年底开的 对 你都跟谁学的呢 这主持 这个是都是自己 自己学 你是不是也会去偷诗啊 看别人的婚礼 看别的主持 网络嘛 网络 都得 现场也会看看 对对对 记一些词 之前是套词嘛 那现在可能说 对前红的婚礼人 年轻人更多一点 可能就需要自己要做一些原创的这个主持词